凡事欲则利,不欲则废 谈判是一场不流血的战争 谈判是一门求双赢的艺术 纸上谈兵不是真本事 运筹帷幄才算真英雄 有血有肉的谈判课 有玄机的谈判桌 我是刘碧荣 我带您决胜千名 大家好 现在是我们和风谈判课程的第七讲 我们接续前面两讲来谈议题的排列战术 那么到底难的问题摆在什么地方 您如果回忆一下我们前面讲 如果我今天谈硬出牌 我难的问题摆前面 软出牌 难的问题摆后面 对不对 但是现在我教你还有第三种排的方法 就难的问题摆中间 那摆中间什么意思呢 因为我要控制整个谈判的速度 有时候我们不希望谈判进展得太快 可能我在等什么东西 等政府宣布有什么政策 或者等国际上有什么新的一个数字公布 或者等什么 我不希望谈得太快 或者我想让它挫挫它的锐气 所以我希望谈判能够放慢 那放慢怎么放慢呢 一种方法就把难的问题摆中间 摆中间什么意思 比如说今天我给你谈第一个 第一个谈完了 第二个卡住了 我把难的问题摆在第二个 那你就问我说 能不能绕过第二个直接谈第三个呢 我说不行 你要谈第三个 一定得经过第二个 也就是我把第二个呢 摆在中间当作一个谈第三个题目的先决条件 但是你闯荡江湖久了 你谈判经验多了 你得晓得先决条件往往都是一个谈判的战术 想谈我自己会拿掉 就我不想谈 我加个先决条件进来 所以你听到这一段 你就回忆到我们前面所讲的一开始 我们讲说人家为什么跟我谈或不跟我谈 人家跟不跟我谈都跟成本效益有关 对不对 跟我谈他得什么 不跟我谈他损失什么 如果他不跟我谈他没损失 跟我谈他没有所获 也就是无所谓 无所谓他没什么必要跟我谈 那于是我要跟他谈 他就可能弄一些有的没有的一些条件 当作先决条件挡着我 挡着我 对不对 让谈判根本进不去 所以这是谈判桌上的一个机关 不过既然谈到说控制谈判的一个速度 那先决条件之外 我们还有几个机关可以用 一个就是谈到中间 黑一脸突然出现 卡住了 黑一脸出现怎么解释呢 我们举个例子 假设我今天卖个东西是十块钱 你把我杀价杀到九块半 那我认了 那我是弱者我让了 九块半 结果你发现我这么会让 你还想把他杀到九块四 我挡不住 挡不住 我说我回去请示一下 请示一下 结果第二天我来跟你讲说 大哥 昨天差点被你骗的了 什么九块半 我回去被我老板骂一顿 有个数字忘了加进去了 九块六才行了 这时候对方什么反应 什么九块六 九块半呢 九块半 那么九块六 他再也不会提九块四了 于是呢 这个九块六 那么就是黑一脸出现 中间给他一堵墙 放慢谈判的脚步 你看本来他以为可以一路杀下来 对不对 就我在中间卡住了 这是一个 还有一种卡住这个谈判的速度的一个方式呢 小结 谈判以为是我们会做小结 小结他可能是书面的 他也可能是口头的 口头的小结 他真正的目的是鼓励他 王先生你看没谈判之前 一二三四五个问题没解决 对不对 现在谈这么久 这个解决这个解决了 你看有进展 所以口头的小结是鼓励他 书面的小结呢 第一个目的当然是澄清 我们每一个谈判 记得谈完 我们下一回合之前 我们这一回合总要做个小结吧 就是我们谈了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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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我们达成什么协议 达签字 那第二个目的呢 就在这个时候达成一个目的 什么呢 就是拖时间 因为有的时候 一变成文字的时候呢 人的权力都觉醒了 比如说你看啊 我们今天谈判可能谈到这边 然后中间停下来 现在做个小结 做小结呢 结果翻到文字上 我们到底刚刚讲的是补偿还是赔偿啊 你答应是赔偿 照价赔偿啊 我没有 我讲的是补偿 补偿跟赔偿 一字之差 可能差很多钱呢 赔偿是照价赔偿 补偿可能是不特定时间 不特定方法的一个补偿 对不对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以为谈成了 刚刚前面都谈完了 没有啊 没几个高半天 咱们没共事 是吧 回去重开谈判 就是我以为没谈成的 或者我以为谈成的 结果后来回去没谈成吗 那我们重开谈判 重新搞清楚 到底补偿赔偿 搞清楚了 那我们再往下走 这段时间就拖下去了 这也是机关 所以我们这节基本上是跟你讲说 在谈判过程中间 我怎么放慢谈判的脚步 所以一个方法呢 就是我把男的摆中间 先决条件 我作为控制谈判速度的一个机关 第二个 我是做人的方法 我就黑脸出现 我在中间放慢谈判的脚步 第三个 技巧 我用小节的技巧 在文字上故意反成一件起义 回去重弹 放慢谈判的脚步 不管是技巧 不管是人 不管是事 我们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我希望能控制谈判的进程 控制谈判的节奏 回去试试看 这是一场有谋略的脱口秀 这是一张有玄机的谈判桌 我是刘碧荣 我们下次再见